過去差不多半個月當中 從600都一直加到1300 這個是每個醫院去問數字來的 不用再口水戰了 還是那句話 不要坐在辦公室 吹冷氣看報廟 然後再訂決策 還有一點沒有知識也要有藏使人 醫療現場怎麼樣 怎麼會不知道呢 太奇怪了 有媒體問到病床數跟中央喬布隆 那到底台北市計算病房是怎麼算的 是中央沒有算到轉床的時間嗎 台北市的病床 是因為我們實際跟每個醫院 去檢查他們的 負壓隔離病房 以前的一般隔離病房 還有在本來是一般病房 為了這次疫情轉過來 特別再去改裝 變成這個防疫專責病房 所以是台北市衛生局直接對醫院去記錄 事實上我們也有實際去看 所以我們的數字很清楚 每天大概預計要擠床擠床 所以我們是有清楚 所以從過去差不多半個月當中 從600都一直加到1300 這個是 每個醫院去問數字來的 這個事情是這樣 不用再口水戰了 我剛剛還是那句話 不要坐在辦公室 吹冷氣 看報表 然後再定決策 還有一點 沒有知識也要有常識 醫療現場怎麼樣 怎麼會不知道呢 太奇怪了 那麼在過去兩個禮拜 我們 也要感謝台北市所有的醫院 在積極的整備 在積極的整備 那到現在為止 我們預計到明後天 我們整個台北市的 醫院的專責病房 可以達到1300床 然後我們可以收容 那種快篩陽性的病人的 防疫專責旅館 可以到1800床 所以我們在台北市大概有 3100床 可以用來處理這種 確診者 那麼這個容量 如果我們能夠有效的運用 就是說輕症的住 防疫旅館 那比較重症的才去住醫院 那真的很嚴重才去住家庫病房 那目前這樣看起來 已經達到3100床 只要我們 不要再 有這種 放鬆的行為 讓這個 這個病例數 再扣 再扣張的話 應該目前 就整個醫療體系 已經整備完成 那 事實上我在監看這個 消防局每天救護車的這種狀況 到昨天 就沒有再出現 這個救護車 到急診處被擋住的情形 這個情形已經兩天來都沒有了 所以 一些一個禮拜前的 像 現在差不多是解決了 不過我們會更進一步的精進 讓這個救護車可以一次就到位 讓這個運送也更快